篮球已经算是职业生涯比较长的一项运动了,30岁左右才是球员真正的巅峰,而一旦进入32-33岁,球员就不可避免的开始下滑了。 但那时,就真的更多是利用经验、意识以及关键时刻的表现来帮助球队,现在联盟的最强球星里,库里、威少、哈登,杜兰特都是30岁左右,而詹姆斯和保罗已经33岁,三年之后他们还能不能是联盟的最强球星呢? 美美给出了一份三年后的联盟前十球星榜单,我们可以看得到,榜单那大部分都是不满30岁的年轻人,只有32岁的杜兰特拍在第八以及36岁的詹姆斯拍在第十,杜兰特的静态天赋非常出众,并且他的投篮非常出色,所以他的下滑速度会像莫威斯基一样,非常慢。 要知道33岁的莫威斯基都还能打出一轮超神的季后,再夺冠,天赋更加出色的杜兰特,更是完全有理由,依然是联盟前十的超剧,而36岁的詹姆斯,依然能够排阶联盟前十,相信许多球迷都觉得满足了,看看36岁的韦德。 36岁的科比巴,早已经脱离了超剧的行列,榜单中有两个来自于同一队的球员,分别是西蒙斯和恩比德,排名分别是三四位,确实这两位都是属于天才型的球员。 西蒙斯号称小詹姆斯,恩比德姆版是奥拉朱旺,他们两个能够携手将去16人带到什么高度,是件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。 26岁的字母哥排名第二,字母,哥如今各项数据都已经非常出色了,但是他还是保持了进步的速度,他的头篮也还没开放出来。 但26岁时字母哥又可能会像同年龄的詹姆斯一样开始拿MVP了,28岁的戴维斯排名第一,戴维斯一直被认为是能够接班詹姆斯未来第一人的球星,连续两个赛季数据达到了28加10,保守也很出色,拿过联盟盖帽王,还是球队的内线大战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份网单里面,32岁的哈当、威少、库里,都没有登上网单,看来美眉认为这几个球星的下滑会毕竟严重,免责猙獰,文中图片已用字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 给你